眼前这个貌美如花的女人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渡后贾南风的母亲郭怀 她正在勾搭有妇之妇贾冲 两人这次结合诞生了一个仇女贾南风 她的专权跋扈引发八王之乱舞胡乱华 让中原陷入了三百多年的黑暗之中 俗话说有妻女必有妻母 郭怀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她之所以勾搭有妇之妇 完全看中了贾冲的能力以及人脉 贾冲与后世的和珅一样都是有才无德之人 因为能力突出受到了司马师的赏识 司马师只要篡位他贾冲必定是首席功臣 如若能够嫁给贾冲必然能使郭家飞黄层达 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 奈何贾冲已经娶了妻子还生了两个女儿 她的妻子名叫李婉 是中书令李峰的女儿 不仅人长得漂亮还是个知书达理的大才女 在正史中轻史留名之人 郭怀一个汉妇怎么能与人家相比 为了嫁给贾冲 她开始唆使贾冲修掉原配夫人李婉 这可让贾冲为难了 这些话只不过是贾冲为了应付郭怀所编造的谎话 她虽然在外面捏花惹草 但家里的妻子李婉贤良舒德又孝顺她八十多岁的老母 还有两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怎可能为了你一个汉妇郭怀修调中书令的女儿呢 一番甜言腻语才暂时稳住了郭怀 等回家之后才发现岳父李峰已经在她家里等了几个时辰 李峰此行的目的是奉了皇帝曹芳的旨意来向女婿贾冲了解司马师的动向 为了不暴露真实意图 便想通过下棋来从女婿贾冲口中探的一点消息 两人一边下棋一边聊着朝中的事情 李峰时不时问起司马师的近况 贾冲便将司马师最近忙于应对东吴之事如实相告 见女婿没有察觉自己的意图 便开门见山询问起她最关心的问题 诶 拜贵人是大将军是否到场啊 哦 大将军说了他是要到场的 眼见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 李峰也不想耽搁时间于是故意输了起 就匆匆离开女婿贾冲家前去找到张吉和夏侯玄 将司马师会参加拜贵人典礼的事情告知两人 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三人一番谋划之后 准备在拜贵人的祭坛里安排刺客 等司马师参加的时候将他侍卫都挡在门外 只让司马师一人进入 到时候司机儿处处掉司马师就能大功告成 就在几人以为计划天衣无缝的时候 不曾想几人的密谈却被贾冲看在眼里 他回想起岳父李峰平白无故来找自己下棋 下棋的时候又精神恍惚还打探司马师是否参加拜贵人典礼 瞬间明白岳父李峰可能是要借此机会谋杀司马师 莫非他们要行刺大将军 在贾冲看来 司马师已经语义丰满 行刺成功的概率很低 如果行刺失败 必然会牵连到他这个女婿 整个贾家都会受到牵连 他本人也是司马师身边的红人 飞黄腾达已经指日可待 他不想因为这件事毁了自己的前途 甚至毁了原本幸福的一家人 便让妻子李婉去劝说岳父断绝这一念想 那么贾冲会做告密之人吗